怎么跟就是那个风范结缘的吧 跟风范结缘就是因为他们找我嘛 找我以后我就结缘了 然后呢但合作得非常的非常的愉快 因为呢我跟他们的理念都非常的接近 我们呢都是非常注重品质 品质和细节 你看我们今天风范啊 我们就是广汽本田搭的这个台啊 到现场我吓一跳 对吧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 应该算是我们的车的发布会吧 但它做的真的跟演唱会一样 那细节做的真是处处到位 我感觉比我上次开的演唱会的形象还要好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 然后呢我也是一个做音乐特别有细节的人 所以呢我们合作呢可以说是 真的是越来越好 大家都迈向更美好的明天啊 真好啊 好像今年主要计划就是演唱会是吧 没错今年的最主要的计划就是演唱会了 刚刚在台上唱两首歌对自己表现还满意吗 我觉得还可以满满意的 除了我最近这两天稍微胖了一点 微胖微胖 我这两天减肥那回 你们镜头拉远一点 为什么我没胖 最近因为我最近在做音乐 那做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个恶习 就是每次练歌或者是做音乐的时候 就喜欢猛吃狂吃 就是那种 在录音的时候喜欢往嘴里灌东西 对就是 因为就是想不出来灵感有一点 有一点有一点 因为我其实对美副词啊 最近就这两年对词特别特别特别的较真 美副词研究很久 对对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听过 我的新歌叫做高尚 听过的举手来朋友们 哇 哇 太好了太好了 好 动物世界 这么少啊 太好了啊 动物世界 昨天发的有没有人听过 一个你看一个 太好了太好了 就到这里吧 今天 其实啊 最近发两首新歌 一个叫高尚 一个叫动物世界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听一下 那接下来很快 又会陆续还有两首可以跟大家见面 那上半年就结束了 我都在帮你 这等我啊 好乖 亲一下亲一下 嗯 嗯 哈哈哈哈 今天有没有 为什么没有唱新歌 今天没有唱新歌的原因 啊 来不及嘛 我昨天发的 今天唱应该太过分了 新歌我会在演唱会的时候 跟大家见面 跟大家唱 对 谢谢 嗯 好像歌词都蛮犀利的 自己是不是有一些 自己的感受 哇 歌词好犀利 其实我写的 高尚写的是生活观 嗯 那其实啊 动物世界写的是现在的感情观 嗯 啊 下一首会 下一首歌也会写一些 比较特别的东西吧 我觉得反正就是写一些 我觉得就觉得对得起 自己的东西吧 对 嗯 嗯 那天生上有什么 就是特质 呦 自己符合 想说一下 本天生上的特质 跟我是很像的 啊 就是刚说呢 除了高的品质 其实我跟本天这次合作呢 不不光是我个人 还跟我的Dingrous People啊 我们一起合作了 一起合作了 然后其实上一个广告 我们我们拍摄那个 啊 就是我们啊 就是广气的广告 那个得在广告圈里面 都得了一个大奖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件事情 对 而且我们有一个精神概念 就是啊 为梦想 让让梦想走得更远 啊 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坚持 坚持了十年 那广气坚持的 其实比我还要久了 对吧 我觉得呢 啊 就是大家理念非常的一致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们会继续的合作 耶 那刚才说到那个对歌词 就是那个很很严肃 或者很严肃 那刚 其实我刚看新歌的歌词 也是 运气上至少 就是很工整 很压力的那种 那你会较成到一个什么样的 行家 这个行家啊 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字叫工整 啊 我学习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 写歌特别纠结工整 可能是33岁以后 我变成处女座了 而且呢 我现在上升好像是处女 应该是这些上处女 这些上处女 这些上处女座 对不起 这些上升处女座 然后呢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在聊什么 对不起啊 整个剪掉 太莫名其妙 对工整 我觉得做音乐 现在我觉得 我还蛮希望有工整 然后有些态度的东西 我现在在写 对 那刚刚有点可怕 是现在身体还有问题吗 因为之前大家都蛮关心的 是可能胜不好吧 对 最近好多了 最近演唱会筹备的情况 你跟大家说一下 或者对票房啊 什么售票有什么期待 我还没有做演唱会任何的宣传 其实 其实 现在 对对对 现在从目前为止来看 好像票已经买不到了 因为包括我现在 亲戚都来不了 蛮尴尬的 我爸问我要票 我都给不了 我爸都要揍我了 所以现在很尴尬 对 我也很尴尬 对 就尴尬 那会不会考虑多开几场呢 就加场 嗯 我第一 第一次学演 第一次国内学演 并不想开太多场 因为怕做烂了 我怕我把 我怕我把 我怕我把自己做烂了 对 我想一上来不要太多 你说不会的对吧 你说都让人亲下来 嗯 我都不好意思 为什么这次你不亲我 我不好意思 亲一下 来 嗯 那今年还会参加一些 智人秀的节目吗 会 但是少 不多 因为你想 我今年上半年会做 我现在加上火星人来过 再加上 来日方产已经是六首歌了 那还差下 下半年还要做四首歌 那按照我的速度 四首歌应该要做三个月 再加上演唱会 其实没什么时间了 所以接下来综艺 今年不会太多 今年接个一档 两档综艺了不起 对 我可以先说一下 今天的发型 其实也挺一样的感觉 对 好亮 对 这个是退色了 对 这个推的蛮厉害的 好尴尬 对 希望大家不要去染发 为什么呢 染发 本来黑的 黑的推成绿的吧 不不不 本来是蓝的 现在推成绿的 对对对 现在感觉就好像 对 就很尴尬 然后呢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去染发 为什么 因为我 我现在漂的头皮上都是头皮屑 好尴尬的 对 希望大家以后尽量能不染就不染 对 老了就认老 你说 嗯 没错 很特别 对吧 我会去那个 我会 嗯 你们这种好特别的 就是 好好的演唱会 就唱一些好歌 然后 嗯 跳一些舞吧 跳点舞啊 把歌排得好玩一点 对 但是我有个 演唱会有个惊喜的 但现在真的不能讲 到时候给大家说吧 嗯 嗯 每一站都有惊喜啊 嗯 哎 你之前 都会就是 呃 参加很多节目都是为了音乐吗 那现在是不是做音乐 其实就蛮得心应手 得心应手 差不多 就是 呃 我今天 突然间发现 有很多人开始认同我的音乐的 这个 这个人设啊 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 对啊 就是 当然我不会拒绝我去做其他人设 因为我需要赚钱 嗯 我现在的配置 其实做音乐真的蛮高的 你想想看 基本上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 做一张专辑是首歌 拍十支MV的 嗯 而且我每支MV 我随便讲一讲 下下下手就是一百万一支 对 就就是蛮狠 所以一张专辑 如果上张专辑 我做了三百多万的 可能这张专辑要高达到一千万左右 对对对 所以还是蛮累的 呃 呃 下我碰到那个岛专辑 你做好吗 哦 那个是我是客串 对对对对 嗯 他本来想打我主演 我差点没抽他 对对 哈哈哈 对对 就我客串了一下 帮忙嘛 对对 没收他钱 对特别好 关系好 嗯 嗯 就是关系户嘛 就觉得特别开心 对就是觉得啊 呃 孝坤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你们去听他的歌啊 他有首歌叫秦马导的海 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就是你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他的才华 我是一个愿意去帮助那些有才华的人的 就是反正他叫我干嘛就干嘛都OK的 因为大家好朋友嘛 对 据说你在这个店里面还承包了笑点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共出来大概加起来三分钟 对 嗯 三分钟呢 好难承包笑点 对 那今天除了演唱会还有其他工作系统吗 嗯 我刚说了就是 哦对不起 是今年一定会做一张唱片的 像摩像的唱片 然后演唱会 终于就结束了 应该 对 那对 如果你问车吧 没有多问两个 多问两个 自己对车的话 自己挑选有什么原则吗 哦 挑选当然有原则啦 三二一风范 哈哈 光基本天风范 就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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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身体方面会不会注意一下 就是本人休息还是会适当调解一下 我一直这样 对 最近过年到现在 其实我一直休息的状态 因为做音乐 做音乐其实伤的是脑子 嗯 对 它伤的是脑子 它不伤其他的地方 嗯 所以写词还是会要求自己 因为基本上的词都是自己 对对对 我基本上 自己能来的事情都自己来 哈哈 那就不好笑啊 不好笑感觉了啊 对不起啊 能自己来的事情都自己来 你说吧 哇塞 好评如潮啊 我的天哪 我这两首歌好评到不行啊 骄傲到没办法 骄傲到最近浮夸太太骄傲了 最近 对对对 完全你朋友都蛮喜欢的 就是各种 各种好朋友都在都在真将的要转啊 真太棒了 好开心啊 嗯 我自己觉得也蛮好的 因为我我这个人啊 就有这点优点 就是非常深知自己几星几两种 我知道我自己不够重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干超过我重的事情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作品为往 在这个圈子里混嘛 对吧 抬头不见地都现 就是拿作品出来说话 对 那后面没有可能 pumped 打招了 有打招当然多了 对对对等一下 我后面的首歌就是 基本上就是大招了 嗯 要发大招了啊 前面两个其实是我的个人爱好 第三 第三个第三首歌应该算是我的紫弹 去真正意意是可以 吔在无形之中 主打了 主打 中打 mos 好 谢谢 不要不要 多问一点 多问一点 再问一点 你们赶时间吗 不敢就问吗 我们赶时间 再问两个 还有吗 那歌词就是有教证的时候 会就是在什么程度 刚才其实他们一起没说 教证到什么程度啊 比如说 我最厉害 大家安静一点啊 让我都讲两句 好 三二一走 最教证的时候写到早上六七点 有一次最狠的时候写到中午 十二点 吓不吓人 我想想看 动物世界这幅词还好 我写了三天 高尚这幅词写的时间比较久 写了有六七天吧 都没怎么洗澡 那以后是不是还是对歌曲来 是会有这个要求 就是慢慢来 就是要求治疗 慢慢来 慢慢来 我觉得好作品一定是慢慢磨出来的 那现在可以说是 就是一顺百顺 就是那你最享受的 还是哪一种角色 比如说歌手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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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现在 音乐形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是因为做词这件事情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被大家写掉了 别人写过吻别 你不能再写吻别 别人写过 就是写过东西不能写 所以它难就难在 你要用很新鲜的词组 要告诉一个 要说清楚一件道理 让大家觉得 它不怂不吐 所以其实是蛮纠结的 所以现在写词是越来越难了 好 那我们结束 把那边吹在哪里 是吗 是 是 因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扶行 重新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